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由优派出海为大家提供的谷歌SEO排名优化视频教程,我是主角人Jack 在这一科教程中我们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网站产品关键字的一个选取思路 我们在做谷歌SEO优化之前呢,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去思考 我们网站到底应该要争取在哪些关键字上获得排名 很多人他不懂这个怎么选关键字,我们做product keywords 所以呢我们这里给大家整理了三个思路 三个思路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选关键字的一个思想上的差异 那么我们从左往右看 第一个呢就是大家最常见的从厂家的角度来说 那厂家的话一般如果说是不经过这个SEO化训练的人 他很可能就是会直接疯狂的强调自己想卖的东西 那比如说你是卖汽车轮子的 然后你总想说买汽车轮子买我的汽车轮子 这样子的这种很粗浅很竞争度很大的一些关键字 那这样子其实是非常不可取的 首先他是从卖家的角度来讲 然后第二呢他这个竞争量非常大 我们看到中间这里有的到第二种情况是从直接想要购买的这个客户的角度来讲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自己当做一个潜在的消费者 他在网站上搜索某一些产品的时候 他肯定会说我想买什么什么东西 我想买个有什么什么样的特色的特质的东西 这样子的话如果你的网站 他的内容就是你的内容上有能够满足这个客户他的想法 那你就很有可能会让你的网页出现在这个比较靠前的位置 第三种呢是潜在客户 这种类型的客户他并没有完全决定要买什么东西 他只想知道某种东西他是不是好用 所以呢他会搜索 比如说他要买车 他会想说这个奥迪车好不好 然后又会搜宝马车好不好 或者说他会搜 这个春节期间假期的话 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SUV 何时带家人去旅游 诸如此类这种应用场景的东西 他并不会直接搜某一个产品 他的那个关键字 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写些文章来应对这样子的潜在消费 消费者客户搜索的情况 所以呢这三种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的相关性 注意看左上角啊 左上角相关性呢 越高那说明我们就越容易获得高的排名 有了更加多的高的排名呢 就会有更加多的流量 就是一个这样的等式 所以啊 基于这个思路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诶长尾关键字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设置或者说我们准备要去 呃优化的关键字呢 一定是要给予长尾关键字的 就是他要足够垂直跟细分 呃简单的那种 一到两个尺的关键字啊 这样子基本上是很难排到前面的 你一定要把你的产品特性 像我这里讲的要包含产品的特质 用途和优势的关键字组合 才能更加容易的 或者获得精准的流量跟排名 这什么意思呢 我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我这里已经打开了 搜索了谷歌的这个词 我们有一个客户呢 是做这个硬度测量仪器的 那么这个硬度测量仪器呢 它分为很多种 这是对应的网页 我们如果搜索直接搜索 hardness test的话 这个词基本上是非常难排的 那我们这个客户有一款产品 它长这个样子 长的就是他有些特点 就是他可以有这个触摸屏 然后呢他触摸屏嘛 touch screen 然后他是数显 数字显示digital display 然后是微观的显示 其实微观这个我不太懂什么意思 但是如果说有客户 他搜这样子的词的话 当然这个可能已经是有点长了 我只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我们这个网站就对应的这个网页 就可以排名到比较靠前的位置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长尾关键字的一个 一个例子 当然我们很可能把这个digital display 这个东西给删掉 说不定也可能会出现 但是也可能不会出现 这里我们就不做一个展示的 这里只是给大家看一下说 哦原来你的这个相关性足够高 那么你就很容易甚至排名到了亚马逊的前面 看到了吗亚马逊的前面 他digital micro 都没有我们这个高 这就是我们sou化的一个神奇的地方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个叫做潜在客户呢 这个潜在客户也是很有意思的 就拿我们印度计来讲 有的人他并不懂印度计的几种分类 我相信很多人也不懂 那我再给大家简单课 我看有还有布式 有弱势 有维斯的三种 那么有的人他会搜 哎这三种 difference between这三种 Rockerwild Victor 和Brino Brino 这三种的这个印度计的差别嘛 这个如果你想搜的话呢 他肯定是想找到资讯 而不是产品 所以这里会有些文章 像我们也写了一篇 关于这个印度计的文章 他已经排到第二了 那排名第一这个老大哥 估计挺强的 估计我们也试一试半会 没办法超过他 他已经被精选摘要 那我们排第二也不错 这个流量也挺高的 我们对应的是一篇文章 就是我这里还没加出来 就是写了一篇 加出来 关于这三种不同的印度计的 的差别的这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 也会嵌入到我们的一些 产品的一些相关信息 从而获得流量跟排名 那基于这两个例子 大家是不是可以发现 哦原来我们这个 获得流量排名呢 其实是主要针对的 要从这个直接客户的角度 跟潜在客户的角度 的这个思路去找 那么你们自己用的产品 是什么产品呢 也可以告诉我们 或者说关注我们优派出海 我们有很多免费的视频教程 那我们下节课 继续跟大家聊聊 如何做这个谷歌 SEO优化排名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